政府贊助三星酒店隔离 欢迎收看4月1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15天 我是马拉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累积645人出院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42人确诊 累积确诊达2908人 2人去世 不过也有108人治愈 累积出院645人 而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大马疫情仍受控 过去14天 大马总确诊人数达2766宗 死亡人数43人 治愈人数达537人 通过数据来看 马拉西亚目前的疫情仍然受控 此资料由观众Tony Tan整理 国家关怀援助金正式开放 国家关怀援助金今天开放申请 大量的网民涌入 导致税收局网站打瘫痪 税收局今天下午发推文 派发定新闻 提醒民众 查询的服务将一直开放到4月30号 政府赞助三星酒店隔离 内阁一决 从4月3号起 任何返回大马的公民 一律会被安排入住三星级酒店隔离14天 而这段时间的住宿费将由政府承担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天气炎热不怕 麻肉让你头皮清爽 天气炎热让你头皮难受 来试试日本男师弟护理品牌 麻肉来洗发吧 麻肉3D Volume Up Cool洗发水 拥有抗扁塌 强健法 浓发感三大功效 它含有世界首创的Defense Cup成分 独家配方调理头皮 麻肉的3D Fiber X还能让头皮蓬松度增加多达1.5倍 更立体 眼热的天气使用麻肉洗发水 绝对让你清凉爽快 预知更多麻肉3D Volume Up Cool洗发水的产品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日本第一护理品牌 麻肉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继续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台湾捐1000万片口罩 台湾总统蔡英文 星期三宣布会捐出1000万片口罩 给在疫情严重的国家内的医护人员 受增的国家包括美国 欧洲国家和邦交国 全球最长寿文睿 庆祝112岁生日 英国老王鲍勃韦顿 是目前全球最年长的男性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他112岁的生日被迫取消了 在安老院里面平静地度过 他一生中经历过五任英国君主 22任首相和两次的世界大战 烧肉店老板娘送医院上签便当 泰国曼谷一名烧肉店的老板娘 在朋友的请求下 大方答应免费送便当给医护人员 第一天他送了1200份 第二天1300份 他做的善心便当越做越多 在被问到他从这件事情获得什么时 他笑着说 幸福 真的 烧肉店老板娘这个慷慨的举动 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温情 他真的是在实践着这个 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 也祝福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会给宾宴 谢谢 谢谢学生 那在这一段行动管制令期间 可能有一些人生日 但是却没有办法出门庆祝 那在这里呢 新闻最正点就趁这个机会 向你们说一声 生日快乐 我对你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平安 健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2009月20日 我就是要你 Oh